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相惊 省省省省大家的笑容 那个自信的眼神 那个从前的你 今天去了哪吗 爱情好像一杯咖啡 那样 入口的第一滴 感觉是苦的 之后你加了几血糖 几血奶再尝尝 感觉的确是甜了 口味了 但这一杯 还是不是真正的咖啡呢 一口咖啡的金香 就很比年轻时候的恋爱回忆 年轻让我们爱得无拘 爱得轰烈 爱得疯狂 爱得真挚 当你看到眼前的恋人 一相一对 旁若无人 有没有想起昨日的他 有没有想起昨日的你自己 有没有想起昨日的 有 你说你的梦想想开一间餐厅 而我的梦想就很简单 想画画一幅画画 哎呀就是这样 喜欢画画 将来我开餐厅就把画画都放在这里 那还要看我的心情是否给你挂 哇,这么厉害要看心情吗? 说实话,刚才吃的绿条雪糕就让我吃光了 咦,是吗? 哇,为什么一坨东西就画了? 不要管了,吃就吃吧 哈哈,为什么说是芥末的? 喂 你没有搞错啊,你 你什么时候放进去啊? 我们先拍一张照片吧 好,3,2,1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不能笑 先看过来这边吧 好,准备3,2,1 笑 咦,看看 看看,看省不省 这个人好呢 照片的不太差 好,白,白 今天是生日嘛 不是生日就不逮捅你嘛 对了 即使是很漂亮啊 不如稍微往那边拍一拍好了吧 這裡的環境是漂亮的 不過我想也不及你今天心情那麼漂亮 有一個朋友祝你一整天 是啊,知道你最好了 那你這樣可不開心呢? 嗯...OK呢? OK而已 喂,你去哪裡? 那如果我說再加上去呢? 你機器收買個蛋糕,我直都不知道 為什麼不是TeleMissue來的? 那你說喜歡多Cream的蛋糕嗎? 不要說那麼多了 先去完吧 蠟燭呢?都沒有蠟燭 好啦好啦好啦 喂呀! 怎麼搞的? 當然 其實上次不是跟你提過想開餐廳的嗎? 我講真的,我連名字都想好了 叫什麼名字? 叫Menu Menu?餐牌? 唉...Menu Menu Menu 那到時店鋪在哪裏開也好 賣什麼食物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店鋪裡面有Menu 那到時你就幫我打理一下店鋪吧 你又知道你一定請得起我的 唉...養完你還可以 先聽著吧 哼你很聰明 不過那...我現在有份禮物要送給你 啊?你要生油嗎?又要掃的嗎? 啊呀 哎呀 听說話啦 這如果是你開餐廳,就用它吧 唉...好啦好啦好啦...多謝你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作為男人 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標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nes 你覺得我是真正在搞笑 但是..這個是你和我之間的情緒 很希望可以為你做回一樣東西 你知道阿包都不想承諾的嗎? 你不是不想去信,你是不夠膽去信而已 我都明白,有時講開夢想這件事 一個人有可能會很自私 只會想起自己的將來,但我不同 我的夢想,我的將來都是屬於me and you 我希望我將來真的夢想成真的時候 你會在我身邊的 我認識你幾十萬多次,你有沒有收拾過呀? 你怎麼看?你看這些東西!到處都是啦! 天啊!現在是什么事情啊? 我叫你十萬多次收拾吧,你有沒有收拾過呀? 還有啊 你試試之前可不可以揭開鐵板嗎 我到處都是 還有還有 那個煎餅啊 我叫了你要洗乾淨洗的 你用水沖一沖就算 還有多油漬的 好 我受救了 你這麼喜歡打遊戲嗎 你自己打滑去吧 你去哪裏 喂 快點 怎麼了 你還想怎樣 你屋機完了嗎 但我之間已經完了 你給我一次機會吧 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還有你男朋友好嗎 你當給我一次機會 大家一起搞一間餐廳吧 程先生 你這個夢發了多久啊 如果晚上發完夢的話 第二天可以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但如果你認真說的話 你有沒有做過任何事 你相信我這次 我真的會換的 給我一次機會吧 我知道你會 你第一天 你第一天 你說有這個夢想的時候 你已經說你會 開餐廳 錢呢 我叫你償錢 你連上網找工作都沒有 我 有時候女生不是要奢望另一輩子 很有錢 我們要的只是安全感 想有更好的生活 你現在不會 不要緊 真的不要緊 讓我讓我知道 你為了我的將來而努力 我走了 拜拜 每個人的生命裡 都總會有一個名字 是會讓你聽見之後 然後沉默起來 故事來到這裡 是一個終結 還是還是另一個開始 但往往人生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正當你以為要結束的時候 總有一些小事情 是會在你出奇不異的情況之下出現的 只是不相信 只是不相信 這樣簡單的結局 只是懷疑起 自己誤會的心情 原來在陽光下 你的背景 你的背景 竟是最後的記憶 转变的一末微笑也将随之吞吞 只是不相信这样简单的结局 只是怀疑起自己误会的心情 原来在阳光下你的背 即是最后的记忆 转变的一末微笑也将随之吞吞 五月的阳光洒下 五月的风吹起 一切沸腾的感情 都将沉淀为清澈的空气 五月的阳光洒下 五月的风吹起 变成年轻的故事 最潇洒的主角 你我就想散开在风中 飞扬的面树 不相信这样简单的结局 只是怀疑起自己误会的心情 原来在阳光下你的背 最后的记忆 尽是最后的记忆 尽是最后的记忆 你的背 尽是最后的记忆 第十點